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几个礼拜前我们才在第20集的时候 聊到那个国民党被一个陈举担任监察院长的这个系列 然后那个时候又有占领那个议场嘛 就是有跟大家解释什么是杯葛嘛 对对对 可以回去有兴趣可以回去布袭 那为什么我们又要再提到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上个礼拜呢 他们又再来一次了 哦又再占领一次议场了 对啊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来review一下就是 这个礼拜他们占领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呃在7月14号礼拜二的时候 监察院的那个提名的人 院长被提名人 陈局 他必须要去接受所谓的失职审查 可能某某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个动作 他就要上台去立法院上台报告 然后并且陆续的接受立委的提问 有点像质询啊 就立委要问说你过去做了什么啊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那么做啊 那你过去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弊案啊 然后陈局要现场及时的回答 有点像面试那种感觉 所以不是说我蔡英文总统觉得说我就是要挑他 我就一定无条件要统一对其实立委可以问的 对那他本来就是要去接受这个程序 就是审查 可是就是国民党就是发生了一些 反正他就不让他做这件事情 对有点像是就是你要即将要去面试 然后被要被面试很紧张嘛 其实麻烦是被面试的要去接受考验 但是没想到有人在背一个不让你接受面试 就好像有赚到耶 赚到了 就是要去考试中面试 然后有人在乱然后就不用面试 对就是那种感觉 他把那个面试现场的麦克风啊电脑都砸掉了 所以就是你没办法面试好吧 只好这样子啰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相当可惜 因为我们其实在20集就有聊到说 如果他能用一个比较就是正式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去评估让人民去看 或是让民进党的立委 国民党的立委一起去审查说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资格 去成为这个检察院院长的角色 但是他们国民党又这样子去背革了 这次的审查制度 让就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用一个 比较正式的方式去被看见 对啊我觉得其实像真的是很奇妙 就是因为民党国民党一直在说 啊城区很多不市任的原因嘛 是是是 但是这些话其实不是 就正应该要在立法院的现场在咨询 就是在审查他的时候说吗 或是当场可以质问他 他如果城区现场打不出来 痛哭失声 这个这个痛改前非 然后很后悔我做这些坏事 哇这不是全民都看到 都可以接受检验 但是他们好像 不知道在这个时候 应该做这件事情 反而就是去就是攻占立法院的异常 然后让这个大家 你自己不能咨询就算了 让其他党的立委 因为还有其他在野党啊 其他像民众党或是时代力量也没有办法咨询 变成是就这样子让城区可以就是直接过关 所以国民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阻挡这个议会的程序 等于是说他们也是放弃自己咨询他的一个机会 但是流程还是继续走嘛 就来到了7月17号 就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二原本要咨询 然后不咨询 然后礼拜五 还是依照时程投票 对就是OK 你失去的面试机会 但是你还是要决定这个人你要不要录取 对对对对 议程已经排好了 然后好 那就要投票啦 那投票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很保 就是要投票他们一样会有个像圈票处 其实跟大家一般去投票 投那种什么总统立委的很像 有个小一个圈圈一个有窗帘那种 然后你就进去投 进去一个小空间投 那国民党就别人要投 他就把那个东西拿走 然后丢到那个议场外面 就抢走然后杂烂丢到外面去 不让别人投 那反正民进党后来也有排除嘛 就隔开一个小房间 让大家可以去小房间里面一样投票 那中间的过程中 因为还有抢票啊 还有抢那个就是投票箱什么那些过程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应该这里 拜这几天都有看到 可以到沃潮的粉丝专页看 我们记者都现场都有拍摄一些照片 那最经典的应该就是那个嘛 那个国民党有个立委叫做陈玉珍 然后去拉扯Freddy 就是林昌佐立委的裤档 口袋 裤子的那个插曲 我想大家很多影片或照片 应该都有看到 那个非常的惊悚 对 反正就虽然真的还是一阵混乱 然后投票也是 呃 现场状况乱七八糟 但是最后这件事情 还是投完票 还是开票 还是投完票 嗯 而且这些提名的人 就变成全部过关 而且就超爽的 都不用被问 都不用接受面试 都不用接受考验 反正就直接过关啊 就这样子啊 反正要问你也不问 国民党都被割掉 不让大家问 然后投票你也不好好投 要破坏那个投票箱 而且其实因为他们有说投票到十二点 对 就那天上午 要规定投票到十二点 一开始国民党就进去破坏那个投票箱啊 投票空间啊 但是最后十分钟 就是离十二点正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喊说 啊我们要投票 我们要投票 然后后来就是 你们自己把它破坏要投 然后就这个时候又有人 把外面的那个投票什么那些东西 拿回来 来投啊 然后他们又就是 爱投不投的 对 所以最后也不懂他们到底要干嘛 就是 让这个事情变得跟闹剧一样的过去 其实我觉得 陈菊提名人这整件事情 他们就是有点模糊焦点 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贝格的方式 一直没有让我 至少我就讲我自己 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办法好好检视 陈菊到底不识认在哪里 我只是一直看到 你一直出来阻挡我的视线 去了解陈菊为什么不识认 一直看到拉扯别人的哭挡的画面 好 那我想说陈菊他其实为什么 这么一直有这个争议啊 其实其中有一个立场 就是国民党的立委 吴一丁 丁 对 他就说 因为民进党长期以来一直说要 废除考试院跟检察院 然后可是却在执政之后 他们把这个考试院跟检察院的名额填好填满 提好提满 对照样提名 就是那个逻辑是说 你都要废了你干嘛还要提名人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人名都 那个叫什么 候选人都提出来了代表是不是你不想废 这样子 其实也想要安插人事这样子 对 那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啦 就是这种要不要提名的问题 对 因为这样 不过这其实会有一个过去的大法官 大法官应该大家有印象嘛 在解释法律的 其实有做过这样相关的解释 因为其实早在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陈水扁当总统 也是民进党 但那个时候立法院是泛滥 就是当时包括国民党和清民党的人 立委比较多过半 所以那个时候的监察院 他们有 陈水扁有提名监察院的名单 就叫提名新一届的名单 但是呢 那时候的以泛滥为主的立法院 就是杯葛 就是他的杯葛也不是说我投票 把你提名的人否决掉 是他就是爱审不审 就你提名会有个提案进来嘛 我就不处理 所以就很尴尬 你如果把我提名的人删掉 我就再提一个新的给你 是 还没有 我就放着 我就不处理 怎么样 这样子我总统我也没办法停薪的 因为我等于卡在你那边嘛 人事案卡在你那边 然后你又不处理 就是不处理这个同意权 所以整个监察院 其实那个时候有三年多 是没有监察委员的 2005年到2008年 马一九上任的时候 那完全没有感觉过他的消失 对对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后来面对这个 这个争议啊 就是大法官有做出一个解释 443632 就是说 总统如果消极不提名 或是立法院消极不行使的同意权 让监察院没办法发挥功能的话 这会让国家宪政体制破坏 是不允许的 宪法说不允许的 所以这个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这个宪法的规则还在 你总统不能够不提名 而且立法院不能够不行使职权 不然是违宪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 那个执政党还是说 就算我要废考监 但在废掉之前 我还是必须要完成 我宪法上的义务 就是我该走的程序 我还是要走啦 我不能因为说 我就是立场是要把考试院 跟监察院给废掉 我就里面就可以让他空转 但是在还没真的废掉之前 还是要照着程序走 那我们时间回到 7月17号礼拜五那天 对 然后他反正这个已经 陈局已经监察院院长 已经陈局了之后 他必须就是 民进党就立刻发表了声明 他们就是开始在声明说 希望朝野可以合作 因为国民党自己也讲了 国民党在过程中 一直加码 说要废考监 要废几废 然后他们就说好 那就希望大家有这个共识啊 我们可以一起废除考试院跟监察院 那其实我就问一个问题啦 因为我就觉得 为什么突然要吵这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要废除 考试院跟监察院 那为什么突然这个 当然第一个 为什么突然有这个议题吵起来 是因为民进党提名 然后国民党想要背革 所以就故意重提这件事情 但是整个真的要讲废考监 大家可以有法界 学界可以讨论 其实这几十年来 民族化之后 很多人都在讨论 要废除考试院监察院啦 那而且这个制度本来就很特别 就是我们如果讲 呃 我们的制度 政府部门叫做物权分立 大家有听过嘛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课本上还有没有 就是行政 立法 司法 之外呢 我们又多了 考试院跟监察院 那你会想说 那这个制度当初设计是怎么来的 因为其实其他西方的民主国家 他们很多都不然是内阁制 就行政立法 一起 然后再一个司法 或者是以美国的总统制 就是行政立法 司法分开 大多数是三权分立 那为什么我们是五权呢 当初其实这个制定这个制度的孙中山 说实在的他也不是学这个的 他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很炫 是吗 真的就是这样子 大家其实可以回头去看 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用考 但以前可能要读那个三民主义 他自己就是说 这个五权宪法是兄弟独创之见解 就这个东西就是我发明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国外的三权制度啊 分立制度会造成这个互相互斗 会造成这个腐败 那所以我们要多两权 我们要把这个监察权的制度 从这个国会 从立法院分出来 然后呢 跟我这个 这个娓娓中华民族的这个 玉石代夫制度很像 而且呢 这个我们就长久以来 有这个科举考试制度 所以考试权很重要 我们也要独立出来一个院 叫考试院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法理上啊 大家我们在讲 不同权力之间的关系 应该有点像是 互相制衡 不会让一权堵大 所以比如说像行政立法 司法事件 就是互相制衡嘛 互相可以 不要让对方有太大的权力 但是其实在三民主义 就是五权宪法的精神 这个是以前国考会考的东西 你的那个时代有考吗 我的那个时代 这样偷了我年纪 好像 没有 没有吗 可能有 我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其实完全搞不清楚 这个 三民主义在干嘛 就是三民主义 五权分离跟三权分离的 这种观念 毫无观念的 至少我第一次来听这一题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啊干嘛改来改去 我自诈评的时候这个想法 所以当时以前在考这个的时候 还会提到说 五权宪法的精神是在五权之间会怎样 不是五权制衡 是叫做分立而相成 就是互相扶持这样子 所以孙中山只是因为这很炫 听起来不一样 根本不同 那我们要有这个具有中国的 当时的中国的特色的行政国家制度 才建立 那我们就还是要给人家解释一下吧 至少人家都创了对不对 创啊 那这么多年来 考试院跟监察院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 诶 考试院 来 我跟你讲考试院好 我先讲一个 我就是看考试嘛 然后我就以为他就是管国家 就是所有考试知识 对 那个国中小的月考 段考啊 你有那么夸张 早自习的小考啊 我以为想说 哦 那是不是大学联考啊 或是什么 什么多艺啊 学策啊 全屏应检啊 考试都要跟他报告 因为就是管考试嘛 就看字面上的意思啊 不然他要干嘛 对 然后其实他主要是在做那个国考 就是公务人员考试 警线国家的 对对对 或是你考进去以后 你的公务人员的一些就是权序 就要你的位阶啊 你的这个保障啊 你的一些退休啊 任免的制度等等 所以就是 管公务员的 对公务员这一块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小众 而且其实行政院也有一个部门叫做人事总处 你可以想象如果一般公司就是HR 所以等于是有些HR工作 还有谈就是有一个院独立要处理HR的一部分的工作 你想说哇这个要一整个院去处理 你想想看行政院下面那么多部会 在做这么多事情 那考试院 整个院都在做 就是整个院 也是一整个院 然后在做一部分的事情这样 听起来是工作有点重叠啦 有点重叠 而且其实好像不值得一个院来做那么高的登记 那监察院呢 监察院就是 监督吧 就是监督公务人员也没有做错事情 对那如果公务员做错事的话 他可以弹劾啊等等的 但是立法院已经在京都行政院啦 对对 所以也是一样有点重复 他一样都是监督行政部门的角色 而且大家可能有听过弹劾嘛 监察院弹劾某些公务人员等等的 他其实弹劾了这个公务人员之后 他只是宣判说 他这个事情有做错有罪 但是他要接受什么惩罚 还是要送到一个行政部门组成的会议 叫做公务员惩治委员会 现在叫做惩戒法院 就是然后他那个惩戒法院或委员会 才能够去判定说 好啦我给你警告一次啦 或是啊我帮你停职等等的 所以其实监察院也只是宣判说 啊你有罪没有罪 真的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也不是他们这个愿来决定 所以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用处 需要一个愿来处理 而且你刚刚前面提到什么 有三年的空白期 对 就是即便他们已经三年没有人在里面做事 好像事实上也没有影响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对 那为什么要吵着要废除 所以这废除有什么优缺点 但我们如果讲一些高大上一点的观点 就是说 因为武权宪法 那种武权分立 这本来就没有人在用嘛 那本来大多数的国家三权分立 这比较正常化的制度啊 那我们应该是要往正常化的国家前进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一般人可能比较有感受的 省钱 因为你做同样的事情 你用一个整个院的等级去做 像监察院的话 他一年年度的预算有大概将近八亿 对 那人事费就六亿多 那那些正副院长啊 监察委员的待遇也非常高 那考试委员相对少一点 他们的一年的预算大概三点六亿左右 那一样他人事费其实就占了大概三亿 就是也不是说他们如果废除之后 他们的钱就归零 因为有些业务嘛 可能还要移转到其他部门做 但是至少不用那么 等级那么高的公务人员来做啊 因为那个院长副院长 然后什么各种考试委员监察委员 他们的待遇是相对的高很多的 听起来就是节省经费 然后经检组织 然后让就是这些事情 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完成 然后我们多了这些钱 又可以拿来做 推动其他的一些国家需要的 或至少减债啊 就是不用那么多债务 那好假设啦 我们真的废除了 那这些你说分配的话 目前的分法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通常啦 其实这长久以来都有人讨论了 就是像考试权的部分 像那些什么 刚刚讲那些什么国家公务人员考试啊 其实就可以丢到行政院啊 像行政院本来就有一个人事总处 那或是你要再另辟的一些部会 或独立机关处理国家考试业务 其实相对的也比用一个院来讲 简单很多 那监察院那些对于公务人员监督啊 弹劾纠据这些 其实立法院本来有在做类似的事情 而且像其他三权分裂的国家 相关的这些组本来也就立法院在做 那其实就 省一件事情回归立法院 Why not 对 就是效率可以更好 对 不用那么多院啦 不用那么多公务员 那既然你看你讲起来听起来好像 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对民众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推动 就是各党他们现在立场 现在听起来OK 新闻看起来是 我们全部都on board了 我们都同意 大家来哦冲了哦 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过去 就是检视上一个会期 或是过去的历史来看 那这个废考间的议题到底是 各党的那种立场到底是什么 其实因为像虽然国民党他们有口头 有所有提案嘛 说要废考间嘛 但其实没有目前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真正的提案版本出来 就正式的问书 而且之前他们 就是民进党也开始喊说 大家要来废考间哦 就是在城区的人事案过了之后 那国民党主席 他们自己又在脸书上又开始闭谈 就说先不要谈废考间了 你应该先来面对什么 各种施政的什么什么等等 所以其实国民党并不是真的有心 要认真退考 考试监察院的这个废除 而且他们之前啊 就是在前几届的时候 对于民进党提出来的一些 就是会影响到所谓的物权宪法 这个省除牌的法案 他们也都会在那个立法院里面 杯葛不让他提 所以真的国民党要推吗 有公司吗 怀疑 我们就来看看未来的状况吧 他上任之后 是不是真的能够 还有下一个会期 而且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有那个修宪的门槛 就是到底 因为这个提案不是像一般的那种法案 要立法院过半 废考监视会扯到宪法的问题 就是像前面提到 对对对对 他写在宪法里面 那那个东西要修宪的话 就相对的门槛提高 像至少会需 就每一个案子要过 要有四分之三的立委出席的情况下 而且有四分之三的立委要同意 这个如果换算成 就是现在的席次的话 也就是说 要有85位的立委 要同意这个修宪案 立法院才能够送出去 不是过半而已 那如果要85位的话 一定要国民党立委同意 而且所有政党都要进来 都要就是齐心的 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不然其实根本 根本连立法院都出不了 而且就算立法院 送出来一个修宪案的话 并不是直接通过 通过四川四分之三 也不是直接通过 还需要交由全民复决 全民就所有有投票权的人 要超过一半的人 同意 复决的意思是 就是我们立法院提出一个版本 说我们要这样修宪 大家说好不好 要有一半以上有投票权的人 说好 那现在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样的数字 因为我们有投票权的人 其实大概1900多万 那除下来大概是 要有950万 960万以上的人 同意 这个比蔡英文 总统得票数还要高 对 因为如果你去比较 我们 2020年蔡英文得票 总统大选得票 是817万 所以这得票要比蔡英文当时的得票 多966万 才会过 太难了 我觉得很难 对 所以这个不止说在立法院里面 各政党要同意 才会出立法院 而且在投票阶段的时候 各政党的支持 要动员自己的支持者 出来投票 也才会通过这967万票 不然就是 他也可以就是 好好立法院 我立法委员 就是好好让你们过 但是到了 要准备投票的时候 国民党号召支持者说 我们要投拒绝 或者我们不投票 那这个案子一样不会成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现在有什么方式 就是可以刺激大家出来 关注这个议题 因为我前面不是有讲吗 就是这种 背考间这个议题 可能跟我们真实的生活中 密切性比较没有那么高 不像什么同性婚姻 就是那种 比较好理解 对 比较好理解生活 可是背考间 你好像 你今天去投了 跟你不去投 似乎没有影响到 我的平常的生活方式 刚刚有举个例子 对 可能比较有画面 就是那个 如果你在办公室嘛 办公室 监察委员 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他就不用做其他事情 他就负责讲说 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好 有罪 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好 有罪 你这个东西做的好 但他什么事都没有做 他可以管我 他就专门做这件事情 就叮你 专门叮你 然后呢 恐怖的事情 他之前有一阵子 这个职位的人 有三年半 不在植物上放大架 大家都 没有感觉 然后他还领公司薪水 对 就放在那边 然后还站在那个缺 站在那边 然后大家都没有感觉 所以你就想说 这个植物 是不是真的没有 存在的必要 至少你看 把这个植物废掉之后 大家一年可以 省到几亿 几亿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把他的那个年终 拿出来分给大家 继续做实用 之类的 对尾压少一个人抽奖 了解了解 如果是从经费的 经费段来办 这可能大家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其实说 什么权力的分立 怎样制度比较健全 这好像很难 很不直观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概可以放在心上 就是说 这个案子要投的话 刚刚不是说 立法院需要 从立法院通过一个版本 再交由全民复决 是 他的法条的写法是说 这个案子出了立法院之后 要先公告半年 公告半年 然后在三个月内 要投票复决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投票前的九个月左右 要出立法院 对不对 那如果要真的 充高投票率的话 必须和大型的选举一起办 对啊 因为我觉得投票率很难高 如果单纯只是 出来投休线 对啊 为什么要再投 好烦啊 办法好热哦 对啊 对 所以通常要 想办法让他跟 比如说2022的年底 有那种地方的大选嘛 县市长大选 顺便投一下 对 或是2024年初的 总统大选 所以你要算 就是在这个选举前面的 这个半年九个月中间 要从立法院 推出 嗯 哦 有点赶耶 对 其实你要算 如果要2022年的下半年的话 这前九个月就是2022的年初 嗯 大概那个时候左右 要出立法院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 万一他太早从立法院送出来 啊 对 那我 那就要撞墙 对 我不能空着不动吧 对 你一定要执行 在那半年加三个月之间执行 他算得很精准 所以 所以你要算得很精准 所以有些人 你可以想象 如果有些人 他们 他们的操作方式 他可以故意 就是说 民进党你不赶快通过修宪案 你就是打假球 哦 你不赶快通过这个修宪案 送出立法院 你就打假球 但是你可以想象 如果在某些时间内 送出去的话 他就要面对的就是半年到九个月后 没有人出来投票 那更尴尬 对 他就可以讲说 你看民意就是这样 对 所以反而就是 到底是不是越快越好 还是真的要 卡好 算准 比较重要 这个大家可能要小心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操作舆论 说啊 你们进党都不推修宪案啊 你都不组成修宪委会啊 难怪这件事情搞那么久都还没有 对 因为那个东西很多没卡 要顾 对 所以没那么 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单纯 而且还要讨论啊 你要开会 还要讨论 你可能要算会这个讨论审查的过程中 要三个月 还是半年 还是一整年 大家什么时候启动 其实都很麻烦 很多东西要讨论 要思考 我现在很好奇 这一集播出之后 到底有多少人会对于 被考间这个议题 有一些回想 至少省钱 而且大家其实可以 那个 那个去Google一下监察院 监察院的建筑物还蛮漂亮 对啊 蛮美的 我有点惊讶 日本时代留下来的 对 在忠孝东路 中山南北路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很漂亮 最近才整修完 嗯 好啦 说到省钱这个政府的 用钱的方式啊 哦 这个已经题外话了 我们今天聊的 已经差不多了 对 因为我们办公室 今天就中午就很期待 因为大家 有些同事一起去申请 那个 易放券 哦 易放券 就是政府最近推了 很多各个产业的 哦 有的没有的券 对 然后你都要去下载APP 或是你要去上网登记 才有这种 获得这个易放券的资格 因为毕竟 他的方式是跟 振兴券不一样 不是人人有奖 不是每个人都有 对 然后反正就公告出来啦 然后就是一家喜一家 一家男 就是没有抽到 我个人是有抽到啦 所以我就属于那种 很开心有抽到 然后我就跟萌萌来聊 这件事情说 就是 反正我就是很开心的来 就说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好玩耶 你看他用 抽奖的方式啊 还有直播啊 然后让这个 变得很可爱啊 对 他那边这样子刷跑 可是后来 我觉得萌萌有跟我讲一个 蛮有趣的论点 让我反省了一下 这整个制度是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甚至去思考 因为其实这东西 但把它设计得很好玩 很有趣 很像玩游戏一样 但其实政府在发 任何钱的时候 其实他发的是你的税金 他就是你会觉得 哇我没有抽到就算了 我有抽到是赚到 没有 你没有抽到 就是你的钱 被拿去 不足那个有抽到的 是 那为什么 如果你想说 过去不管消费券 或者是证刑券 它的规则至少人人都有 那每个人都拿到 那是公平的 那政府可以当庄家 自己开乐透 抽奖 把其中一半的人的钱 拿给另外一半的人 对吧 他等于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有时候 当然不管是政府 也许防疫 或是很多的行政措施 也许做得不错 但是也许 也不能停止去思考 就是说 其实大家真的要想一下 要是要监督一下政府 就是有一些措施 也许他把它包装的很可爱 包装的很有趣 但是你要去想 他们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政府有权利 把你的纳税钱 用抽奖的 给一部分的人 然后另外一部分人不给吗 这就是开乐透吗 政府有权利做这件事情吗 没有 他有经过你的同意吗 没有吗 我忘记反省了耶 对啊 因为我是记得 变得很好玩 因为你有抽到 对我又抽到 变得记得利益 你去问其他没有抽到的人 对不对 我没有抽到 人是不是就说 对有道理 某某教的有道理 我为什么拿来钱 我就分两百块给他 对 就说我们都有缴税 分给全公司 所以真的啦 就大家其实不要 因为就是这个什么 也许喜欢 你认同这个政府的 一部分的理念 就忘记了 其实还是要继续监督 他们并不是每件事情 做的都是对的 我希望在网络上 可以看到像某某 这样子的评论 我不敢po我自己的脸说 好恐怖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录音的 录音的时间刚好是 这个义方券刚抽完的时候 然后我刚刚看了 新闻一面倒 就是说 这个很有趣 然后大家收到很开心 然后就完全没有其他道理 因为毕竟拿到钱 就是好像大家拿到 你没有拿到 可能也不会想太多 可惜哦 下次还有什么第二轮 对有第二轮 我继续抽 还有很多其他奖 还有什么动之券 还有什么农游券 农游券的客家 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纾困的券 因为最近就是真的是前一阵子疫情 然后台湾整个经济 要振兴振兴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花钱 大家要去思考啦 不一定是说大家要很骄 就是那种很一定要批评政府 但是不要停止 思考说政府可能做的是错的 还是需要我们的监督 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内容 都会放在我们的连结 那个叫什么啊 资讯栏参考资讯 参考树 然后我这次还是会记得要把那个 问卷放下去 因为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填 对啊对啊 有填过的继续填没关系 也可以 然后没有填过的就是也可以帮我们填一下 就让我们思考说 毕竟我们都已经做到了23集 真的 很多耶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怎么努力去调整 不管在议题上面 或是有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你们是有兴趣的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脸书 IG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对 那最后最重要的呢 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定期定格支持 握手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拜拜